今天公布新增一例的 武漢肺炎的病例 那这是今天国内的第24例的病例 那北部60多岁的女性 竟然能无出国史 19号10点30分 指挥中心应变官庄仁祥 紧急录影公布武漢肺炎的 第24例确诊案例 上个月22号证明60多岁的 女性发烧 29号以前4度就医 症状却更为严重 出现呼吸急促等问题 被诊断出肺炎 2月10号转入家户病房 17号配合指挥中心回溯追查 隔了18天才转到负压隔离病房 19号确诊 但确诊患者已经接触360人 包括家人友人 还有这个诊所医院的人员 那也正在安排这个接触者的採检 那将持续调查由其他的接触者 还有进一步的匡列跟採检 那些接触者的人数进行隔离 因为60多岁富人没有明确感染源 仅曾经和杭州返台的女儿同学碰面 而且富人活动时单纯 不是在家看电视 就是呼朋引伴唱歌 不过为了防止疫情蔓延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目前仍谨慎判断各种可能的感染途径 避免造成民众恐慌 三星文理想起也有一箱台报道